我們學習的下一個部份 就是我會叫它做RedDots的部份 RedDots的部份其實是哪個部份呢 就是這一部份 主要是由四個Compers所變成 當然啦 例如這些你也可以叫它做RedDots 但我們在AllCan 中學的RedDots 我主要是這四個部份 這四個部份分別是Alcohol Keytone Aldehyde 以及Carboxylic Exit 你發覺那些Oxidizing Agents 其實是你熟識的 即是Acidified Potassium Dicryme 那個Reusing Agents你不太懂 但其實在某一些反應裏 你用Acidified Potassium Permangani 都是可以的 但在我和你細節講的反應之前 我先講給你聽 為何這個反應會叫做RedDots 在Looks裡面有一版是這樣的 就是RedDots in Organic Compound 就是Table 大家會留意到 我們以前學過RedDots 我們會說Reduction就是Oxidation Number下降 Oxidation Number上升就是Oxidation 但是我們上學期學的時候 我們有講到關於一個Hydrogen的Definition 我們是沒有提及到的 我們現在在OrCam裡面 就可以講回你聽 那個Definition 我想大家focus在右手邊這一堆的東西先 大家要懂得數Oxidation Number 才可以判斷是Oxidation 還是Reduction 大家首先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C是2.5的 H是2.2的 O就是3.0的 或者3.2的 所以O大於C C又大於H 我們要用一個普通的例子去看 譬如Alkin Alkin 因為C是大於H 所以C就會看成怎樣 因為C會形成了四個 CoVln 和四個不同的Hydrogen 你就可以看成為Carbon 搶了四個Hydrogen的四粒電子 所以如果Carbon搶了四粒電子 它就會很自然 四個電子 就是-4 所以Oxidation Number 這顆Carbon就是-4 Oxidation Number 當然是1 好了 但是對於這個Alkin 我們就想清楚 這裡有這顆Carbon 這顆Carbon 我先說它對稱 這顆Carbon 它黏住了兩個Hydrogen 即是你可以看成它搶走兩個Hydrogen的兩顆電子 那就-2 那你會想 這個Carbon會不會搶走旁邊的兩顆電子 不會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兩個Carbon的二粒是一樣的 它就不會搶的 所以這個Carbon是-2 -2 那就明白了 我們再下去下一個 譬如Alcohol 我畫得簡單一點 先做一個Primary Alcohol 那這裡這個Oxidation Oxidation 肯定是搶電子的 所以這個Oxidation 就會搶這個Carbon的一顆電子 又會搶那個Hydrogen的一顆電子 那這個Oxidation 應該是搶了之後-2 好了 但是你數一下這個Carbon 這個Carbon 就最麻煩了 這個Carbon 它旁邊的那顆Carbon 跟它一樣 那就不會有事了 但是這個Carbon 就會搶了上下兩顆Hydrogen 各一顆電子 那如果這顆Carbon搶了上下兩顆電子 就是本身這顆Carbon 應該是-2 是不是 好了 但是你要記得 這顆Carbon 同時也會被Oxidation 搶了一顆電子 那就是說 總體而言 它就是 搶了別人兩顆 但是被人搶回一顆 那所以 這顆Carbon的Oxidation number 就應該是-1 那如此類推 L-dehyon ketone 應該你會數到什麼呢 這個Oxidation搶了兩顆電子 所以 如果只是考慮了Oxidation 那個Carbon就是-2 然後 Carbon又沒有分別 那所以 這邊 如果又是Carbon 那又是沒有分別 那所以 對於Keytone來說 就應該會是-2 這個Number 那如果L-dehyon 那就是-1 因為 它這邊又會搶回別人一顆 那就會多一個-2 那如果Carbon 這個Oxidation就更簡單 因為 這個Oxidation 形成了三個Bond 那就搶了Carbon三顆電子 所以Carbon被人搶了三顆 就是-3 那Carbon的Oxidation 就是-4 不用看了 好啦 教大家數這麼多Oxidation number 是為了做什麼呢 我們記得第一個Definition 就是最重要的那個 萬能那個就是Oxidation number 如果一個Oxidation number上升 它就是Oxidation 那所以 在這個 就是 X-axis上面 由左至右 也有的 如果Alkene 就是Alkene 變l-1 Alkene 變N-1 Alkene 變L-2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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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xid-1 L-2 變成Carbon 然後 Cl-1 然後 L-2 然後 跟 這個carbon它都是黏住了兩個hideon 這個carbon它黏住了一個hideon 什麼為之黏住了一個hideon 這個沒有黏住hideon 所以很多在這裏的反應都是失去氧氣氧 但是如果我們只是看這邊 由這邊開始 這兩個沒得看 這兩個因為沒有oxygen 但是從這裏開始看 你就會發覺由這個變成這個 其實你可以考慮的是什麼呢 就是多了oxygen 然後取代了本來的hideon的位置 或者取代了本來carbon的位置 什麼意思呢 你看一下 這裏本來對於這個carbon來講 一個c 兩個h 一個o 但是過去的旁邊就變成什麼呢 一個c 一個h 兩個o 就是我們可以這樣看成為它是多了oxygen 少了hydrogen 如此類推過的旁邊都是一樣的 這顆hydrogen 或者這顆carbon的位置就被一個oxygen搶走了 所以我們就會說這個反應就叫oxygen 所以我們回到剛才的表那裏一看 我們就會知道 alcohol變成aldehyde是oxygen 而aldehyde變成carboxidase又是oxygen alcohol變成結晶都是oxygen 所以它們的reation 就全部都是這個acidified potassium diacryme 加熱就OK了 沒有acidified potassium diacryme 加熱就OK了 OK 但是你會問了 那為甚麼alcohol呢 它有些會變成結晶 有些會變成aldehyde呢 好了我們又去回lux這個部份了 我們先看完oxygen 因為如果你明白oxygen 其實reduction純粹是反轉的 還有我多教你兩種新的reation 那我們看看這裏 oxygen 我們先用primary alcohol去看 如果primary alcohol呢 它的樣子是這樣 它應該 oxygen黏著這個carbon 是有兩個h才叫primary的 對不對 那就primary 好了 那我們甚麼叫oxygen 就是拔走它一顆hydrogen 拔走它一顆hydrogen 變多一支新的CO bond出來 是不是 好了 它就會變成這個 它應該是aldehyde 是不是 就是說多一次 減了GCH bond 加一個CO的 bond 這樣就是oxygen 我們用reddots的理解 都是這樣的 如果不是你這樣數oxygen number 就有點難 就是你下下數得很辛苦 這樣就容易些想 OK 好了 aldehyde了 但是aldehyde 我還有沒有位置可以拔走CH bond 加到CO bond 可以 我拔走這個H 把它變成一個CO bond就可以了 所以就可以再過它旁邊 變成carbossilic acid 這個呢 就是一個oxidation 有兩個step oxidation 但是如果我們用另外一種reation 大家都一定認識的 acidified potassium permanganine的話 因為permanganine是一個stronger oxidation 所以它就會跳到中間的step 直接就變成最後了 直接變成最後了 這個也都解釋了為什麼去年我們學這個alkein 變成一個dial 我們不是用acidified potassium permanganine去做reation 其實都是在發生同一件事的 只不過我們就插了一些新的CO bond下去 這樣oxidation number就增加了 這樣子的 但是那個反應我們就 就很少會問你的 通常都是當它是一個testing去問 因為你會知道 dial其實你現在就明白了 我們dial其實如果你用acidified potassium permanganine 其實它可以再oxidize的 理論上 它會再oxidize 所以為什麼dial 它根本就不consider 這是一個教你的反應 因為是 它會再oxidize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它又不能夠說得太詳細給你聽 因為 它說得這麼詳細 同學就會很混亂 但是不說 其實又是另一種混亂 但是現在大家明白了就OK了 如果明白了我們就下去 secondary alcohol secondary alcohol我們看一看 secondary alcohol它的樣子是這樣的 黏著這裏的carbon 上面如果扭著兩邊都是carbon 那就secondary 上面黏著的這個carbon扭著一個carbon 就是primary 下面都是secondary 如果是 這個secondary alcohol我們做oxidation 我們拔走它一個CH bond 插一個CO bond上去 好了 那它會變成什麼 就是變成個keytone的樣子 好了 但是大家再仔細一點想一想 keytone我還有沒有位置可以拔走它的CH bond 加CO bond呢 就沒有的 是不是 除非我直接拔走了整個CC bond 但是這件事就很難發生的 拔走一個CC single bond 所以一個secondary alcohol它的oxidation 就變成了一個keytone就完了 它沒有得再下去了 就是這樣而已 所以如果是secondary alcohol的case 無論你用permangani和dacumene 都是一樣的 結果 OK 好了 然後就到 chircery alcohol了 chircery alcohol其實畫一個structure 你就會知道 它應該是這樣的 chircery alcohol 它三邊都是黏著C 然後這裡有一個OH 那我們說 如果要做oxidation 那要怎樣 拔走CH bond 加一個CO bond上去 它根本這個位置沒有CH bond 給你拔 也沒有位置給你加一個新的CO bond上去 所以這個trercery alcohol 它就resistoxidation 就是它發生不到oxidation OK 如果你以上都聽得懂我說什麼 你去這個表你就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這裏有alcohol 如果它做oxidation 是用dacumene 它就會變成l-dehyde 它再用dacumene 更加oxidase 它就會變成carboxylic acid 但是如果你直接用permangani 其實都可以變成的 就是你可以選擇這條路 變成了它 但是你要用一個harser的condition 就是另外一個reagent 這樣吧 但是如果是一個secondary alcohol 它做了oxidation 它只會變成結晶 它就不會變成其他的東西 好了 講完oxidation 就到講reduction reduction reduction 其實我們同樣 我們只是教你兩種reduction的reation 一種就是lithium aluminum hydride 一種就是lithium aluminum hydride 一種lithium aluminum hydride 其實是怎樣的 這個東西你可以把它拆成為li 和alh4負 好了 你看到它還是不明白是甚麼 其實這一塊東西又是甚麼 這塊東西其實是al3負 和有四個h負 結合而成 所以這裡所有東西 即是lithium aluminum hydride 其實你可以當成為 它是一個sauce for hydride sauce for hydride 你這樣會容易看 這個reation 它是一個sauce of hydride 所以這個sauce boron hydride 其實也是一樣的 我不再說一次了 總之你可以這樣理解它 它是hydride 好了 你會問 我知道Hydride又是怎樣的 你知道它是hydride 其實也很重要 為甚麼呢 我畫一個hydride的樣子出來 給你看有沒有甚麼感覺 一個hydride是這樣的樣子 即是它有一對的 你叫不叫lone pair也好 總之它有一對電子 好了 這一塊東西是很特別的 因為為甚麼呢 如果一樣東西它是hydride 其實你可以想得到 它黏在一塊東西上面 它就立刻可以形成一個 是不知甚麼和H的bond 所以你想一想 如果這裡有一個hydride 我走下去搞這個carbon 走下去搞這個harbon 其實是不是就是形成了一個CH bond 是的 正正是因為這件事 就是其實這些 所有我們在organic reaction裡面 學的reducing agent 大部分其實都是作為一個hydride的donner 它加了這個hydride進去之後 就會加了一些H上去 這樣就令它做回頭 OK 在這個case裡面 lithium aluminum hydride 是一種stronger的reducing agent 所以它可以直接把carboccylic acid 變回到alcohol 但是 sodium boron hydride 就不可以的 sodium boron hydride 就不可以的 就是這樣 就是 lithium aluminum hydride 就可以了 sodium boron hydride 是差一點的 不可以 就是這樣 那就是這樣 你知道這兩件事 我們呢 因為我直接跳了step 講carboccylic acid 你會有一點點不明白 那我先講Keytone和ldi 我們看看Keytone的structure Keytone的structure是這樣的 就是一個CC bond CC bond 一個CH bond 一個CO double bond 好了 我剛剛講了 reduce 就是加一個hydride進去 好了 那現在插一個hydride上去 插一個hydride上去 就會令它 就是拿走一個CO bond 其實你只要明白了這件事 你就知道 我插了一個hydride 上去 拔走一個CO bond 就已經變成一個 alcohol 就是這樣 沒有特別的 就是這樣 好了 然後到Keytone Keytone也是一樣 插一個hydride上去 拔走一個CO bond 這就變成一個什麼 secondary alcohol 就不是primary 這邊就是一個primary的 alcohol OK吧 就是這樣 插上去就這樣 Keytone就用兩種reation 都沒有問題 因為總之插到盡 插到盡 就變成secondary alcohol 是不是 好了 但是呢 對於卡博斯的醬汁來講 因為你要令到卡博斯的醬汁 可以reduce 就是它是一個 highly 已經是一個 很oxidized的一個form 所以你要reduce 就要用一個很強的reduce agent 就是這一塊 就是這一塊 lithium aluminum hydride 加完之後 它就會變回做primary alcohol 你可能會問 那為什麼下面 你無緣無故弄一塊 弄個H正AQ 其實是這樣 其實我就這樣用上面的reation 已經可以令它變成primary alcohol 但是問題是什麼呢 因為這一個 H負 這一塊的H負太強了 它甚至會搶走了 alcohol裡面的H正 所以我就要在下一個步驟給它H正 我們會叫這個步驟做acidification 酸化過程 所以就有這塊東西了 這個位置聽得不太明不重要 我們下一個section會詳細地說 酸化這個過程是怎樣的 所以在這裡的總結 我們就學了這個section 就是redox的section 如果是用oxidation的話 就alcohol出發 primary就變成aldehyde secondary就變成結晶 tercery就變不了 但如果primary變成aldehyde aldehyde還可以更加醇 變成carboccylx 我們認識兩種oxidizing agent 一種就是dicoumé 一種就是permangin 但是permangin就沒有了 它永遠就直接跳到盡頭 但dicoumé就可以分步 反過來也一樣 reducing agent 就有lifium aluminum hydride 或者sodium boron hydride 如果lifium aluminum hydride 它就會直接reduce到 就沒有去alcohol去到盡頭 如果sodium boron hydride 它可以reduce到ketone 亦都可以reduce到aldehyde 那我們的reation暫時就 這條片就學了這個general的idea of這個redox 在organic compound 下條片就下去一些實驗的操作 OK